逃離台灣 跑去中國 跑去中國 中國入侵台灣跑去中國 就不會被入侵到 參與底卡 不管啊 當然參與底卡 不然不要怎麼弄 很扁啊 跟他拚了 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重要智庫 CSIS 上個月發布了一份模擬 2026中國入侵台灣的兵推報告 在24種複雜的不同狀況中 台灣一共贏了22次 中國極大機率會慘敗 這和很多媒體 長期宣傳的說法很不一樣 沃茨也決定到台北西門丁街頭 看看民眾的想法 跟這份報告的結論有什麼不同 第一題 根據美國智庫CSIS兵推 如果中國入侵台灣 24次模擬裡面台灣贏了幾次 A 3次 B 10次 C 22次 D 24次 三次而已 我覺得我們贏了三次 我覺得我們還蠻弱的 你覺得我們還蠻弱的 三次 你覺得我們贏了三次而已嗎 你選最少的 你是覺得我們贏的機率比較低嗎 大概是怎樣 應該10次吧 10次吧 10次 B好了 B 我不知道我猜的 22 我也覺得22 22次 贏是把他打退還是 他入侵台灣失敗了 就等於算我們贏了嗎 感覺應該是22吧 在兵推報告中 即使美國日本不出兵 台灣也能獨自抵抗中國70天 這也和許多媒體一直講的 台灣撐不了幾天有很大落差 因此我們的第二題 想知道大家怎麼看台灣獨自作戰的能力 根據美國智庫CSIS兵推 如果中國入行台灣 美國日本都不出兵 台灣可以獨自抵抗多久 A 1天 B 7天 C 30天 D 70天 你覺得我們可以抵抗70天 所以你覺得台灣還滿有信心的嘛 嗯 對 7天 你覺得7天 每日都不出兵 1天 1天 你覺得最少也可以撐個30天 30天 你覺得哪天 7天 30天 你覺得呢 70 你覺得70天 是短還是長 就大概兩個多月 滿長的 30天 你覺得30天 你也覺得30天 只靠台灣跟中國來比的話 我覺得算還不錯了 最後 我們想知道 歡迎中國 正在入行台灣 大家會怎麼做 A 參與抵抗 B 躲起來 C 逃離台灣 D 要求政府投降 A-C 答案滿極端的 不是參與抵抗 又是台灣 因為我有一個美國國籍 喔 你有一個美國國籍 如果可以的話會想盡一份力 參與抵抗或是要求政府投降 參與抵抗是 如果我能參與的話 我一定會參與 但是如果真的沒辦法 我一定會要求政府投降 上網就會見到最低吧 對 逃離台灣 跑去中國 跑去中國 中國入侵台灣 跑去中國 就不會入侵到 真的 如果可以但是逃離台灣 真的不行就躲起來 我會怕 躲起來 參與抵抗 不管啊 當個參與抵抗 不然要怎麼弄 我在這邊整死 你拿什麼要拚 不管啊 我用偷襲的 參與抵抗嗎 A嘛 就是參與抵抗 參與抵抗的 參與抵抗 我覺得我喜歡台灣 是嗎 我覺得中國蠻霸道 參與抵抗 參與抵抗 這是我投降生長的地方 我需要一起撼回它 美國之谷的兵推 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是 台灣人不會投降 如果我們不想要戰爭 就不能選出會投降的政黨與總統 若有會投降的領導人 反而會提高中國入侵我們的機會 中國如果入侵台灣你會做什麼 還想看沃草做什麼題目的街坊呢 請留言告訴我們喔